我忘了一盒粉饼在男朋友的车上 隔天打开享用的时候 却发现里面被人用眉笔写上了一行小字 一七七 字迹很新 新的我心惊肉跳 是谁想提醒我 我爱的人 真的出轨了吗 我和汪叶认识了五年 相恋三年 到今天为止一起同居了三百二十天 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每天早晨醒过来 哪怕什么都不做 只是听到他屋内走来走去的动静 我也会觉得甜蜜 可这种幸福 在看到粉饼上那行小字的瞬间 被惊醒了 我很想劝自己这是一场恶作剧 但女人的第六感却逼着我直面残酷的现实 车子她从不外借给别人 更不会让别的女人坐副驾的位置 这和粉饼恰好落在副驾储物箱的夹缝里 这么微妙的地方 除了有些人刻意的提醒 我想不出第二种可能 今天很累嘛 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回过神 转身看到汪液正端着盆热水走过来 工作的事 我猜我一定笑得很难看 以至于她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 怀疑我是病了 你要是这样所有的事都埋在心里 汪液压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 蹲下来帮我脱袜子 卷裤腿 盆里的水温刚刚好 她轻轻把我的脚放进去 热水没过脚背 温暖的水汽阴晕在房间里 她额头看我 眼底也是噜噜噜的 像一只可爱的大狗狗 这样细心的照料持续了三百多个日夜 以至于我都快忘记了 只是人事会变得 夜深了 汪液背对着我睡得正熟 我却久久无法入眠 她白放在床头的手机 仿佛在暗夜里无声诉说着许多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忍不住打开了她的手机 软件的记录没有任何异常 可话出来的时候 我误点了天气 发现系统内存了三个地方 除了S跟她出差长去的A室以外 还有一个S是 这地方我从没听汪液提过 甚至压根不认识 系统将这个城市排在最前面 超过了长居地 显然 汪液常常需要查看这里的天气 惊悚的战力感令我遇偶 我压着恶心又点开了她的屏幕使用时间 汪液多年不用的微博居然占了第一 账号里已经清空了聊天记录 关注列表里仅有寥寥五人 我依次点开 最终停在了一个头像上 梦雅 我认得这个女孩 她是汪液在学生时期轰轰烈烈地初恋 两人青梅竹马 老家都在一个镇上 汪液曾跟我坦白 这段感情最后以对方出国留学而结束 她说这话是 眼里带着无尽的真诚 她说我是她这辈子的第二个女人 也是最后一个 我信了 谁能想到 她将这位二两个女人物尽其用 兜兜转转 却又回到了初恋身上 一切的答案 就在屏幕的那头了 就在我要点开梦雅账号的时候 身后的汪液忽然翻了个身 她迷迷糊糊地揽住了我 伸手去揉拧我的小腿 又抽筋了吗 我猛然回头看她 汪液睡颜依旧 甚至发出轻轻的憨声 她没有醒 做出的动作纯属本能 我经常深夜抽筋惊醒 她就凑过来帮我揉腿 已然成了习惯 我心头尖色 静静数着汪液贴身传来的心跳 没数一下 我就回忆起一件和她在一起的点滴 直到 她的手机自动吸屏 不知道为什么 在房间里完全按下来的那一刻 我知道自己也在没勇气打开梦雅的账号了 我把手机放回了原位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做了早餐 我还想给汪液一个机会 给我们三年的感情一个体面的解释 饭桌前 汪液低垂着头 仿佛也感应到了我的低气压 她先开了口 你还记得梦雅吗 她 结婚了 我拿杯子的手抖了抖 滚烫的牛奶泼了出来 杯子摔在地上 四分五裂 上周三 我去了她婚礼 车子也借给一起去的同学用过 对不起 没告诉你 我跟她认识这么久 还是想去看看 又怕你多想 我蹲下身去捡玻璃渣 汪液从背后环抱住我 她的下轻轻抵住我的肩窝 既温柔又歉意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跟我生气了 原来 是这样 那之前的一切似乎都解释得通了 在听到汪液这个解释的瞬间 我隐隐一碗的泪水终于倾泻出来 我转头紧紧抱住汪液 就像害怕她随时会消失一样 吓死我了 我以为 以为什么 汪液揉揉我的头 抱着我哄了好久 我为自己阴暗的想法感觉愧疚 我怎么会忘记 在这个孤身打拼的城市里 汪液是唯一一个包容我古怪脾气 糟糕原生家庭 完全契合我灵魂的完美男人 他请假了半天 在家里好好陪我吃了一顿饭 这才准备出门 我出差三天后就回来 不要太想我 我很用力地点头 将昨天的阴霾一扫而空 汪液走后 我收拾心情下楼买菜 结账扫码的时候 一条陌生的彩信冒了出来 在这个已经没什么人用彩信的年头 我第一反应就是无聊的诈骗信息 可等点开来一看 我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住了 那是一张结婚照 上面笑得正幸福的主人公 正是汪液和梦芽 我傻站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说不出一句话来 不过一张P图而已 要造假 没有任何难度 比起汪液的承诺 我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一张 他跟其他女人的结婚照 可究竟是谁 一再跟我开这种恶毒的玩笑 我一遍遍拨打了发财信的那个号码 可电话的那头 一直是冰冷的盲音 发照片的人 没有接通电话 也没有关机 一种巨大的惊恐感笼罩下来 我忽然觉得那人似乎就在藏在附近 他用看戏的姿态 来欣赏我收到照片之后的惊慌 无措 我仓皇的跑回家 用力锁上门 良久 我才冷静下来重新打开那张结婚照 即便这是一张假照片 但近距离看到汪液跟另一个女人幸福的可能性 依旧令我心口堵得谎 万幸的是 我发现这不是一张原图 它的角落有清晰的楼口水印 S是竹马摄影工作室 我打开浏览器 迅速查找这个工作室的信息 这是一个婚庆摄影公司 它的主页做得相当简陋 为了招揽客人还放了一些婚礼的精简片段 所有的片段都以新兰和新娘的名字加上婚礼日期来命名 我耐着性子一个个翻招 祈祷不要出现汪液的名字 但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上周三 也正是汪液亲口告诉我孟雅结婚的日子 孟雅确实结婚了 在婚礼视频里 新兰赫然就是汪液 照片 视频都可以伪造 可为什么偏偏是孟雅 为什么偏偏是S事 为什么偏偏是汪液亲口告诉我的那一天 一连串的巧合让我无话可说 我抱着最后的希望 添加了摄影师的工作号 我伪装成要在S事结婚的准新娘 给摄影师发了汪液和孟雅结婚的那支视频 我询问对方 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成片效果能跟他一致 对方很快回复 上周三这场的最终效果还没出来 照片和视频都还在修 因为这对新婚夫妻呢 特意要求要在他们认识的中学拍摄 您这便对场所有什么想法吗 对方后面的文字 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工作室的话已经足以佐证 汪液和孟雅的婚礼是真的 他们确实是青梅竹马 中学相识 大学相恋 如今修成正果 我彻底傻眼了 那在这段故事里 我究竟算什么 有太多的疑惑积压在我的脑海里 质疑和悲伤反反复复的打架 我呆坐在地上 手机的屏幕停留播号的页面 我必须找汪液问清楚 可就在我点下播号键瞬间 几乎是同时 那个陌生的号码竟然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很简短 也很尖锐 想知道真相 别问汪液 问她老婆 底下付了孟雅的电话 让我去找孟雅 凭什么 我对这个夺走汪液的女人本能的抗拒 如果孟雅也清楚眼下的情况 我一旦跟她见面 不就是喜闻乐见的大婆达小三吗 因为这条短信 我给汪液的电话迟迟没有打出去 孟雅的号码更让我无所适从 汪液仍在微信上对我嘘寒问暖 我也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我的生活从粉饼上的那行字开始 一点点崩塌了 正在我极度煎熬的关头 手机又响了 我看着那串号码 心惊若跳 是孟雅 她居然先一步给我打电话了 孟雅在电话里没有说上几句 但我很清楚 她能找上我 说明已经知道了汪液目前与我同居的情况 她给了我一个地址 约我见面 孟雅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平静 甚至是冷淡 我补了妆 尽量想用得体的样貌跟孟雅见面 那更像是辞敬的一种本能 我不想说给孟雅 即便她很大可能已经跟汪液结了婚 在打车过去的途中 那些被人撕扯着衣服摁在街上辱骂的小三形象 莫名地赏过我的眼前 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嘛 我甚至怀疑孟雅带好了家人 就在那家咖啡馆里等着我 可这一切都比不上我验证真相的急迫 孟雅定的地方在是二医院对面的咖啡馆 这个地点就明显不对劲 当孟雅朝我走过来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她孤身一人 姿态笨拙地像企鹅 小腹龙起 孟雅已经怀孕了 她完全素颜 脸上流露出些许憔悴 此刻画了全装的我 却显得精致而滑稽 孟雅将病理资料放在桌面上 轻轻坐了下来 今天来产检 约在这里附近比较方便 她依然平静 似乎跟我并不陌生 我们的关系仿佛从大婆小三激烈地碰撞 揭露真相 直接快进到了接受现实 商讨如何解决 可我和孟雅分明没有见过面啊 两久的沉默过后 我终于开口 你跟汪雅真的结婚了吗 孟雅波澜不敬的眼底终于泛起一丝波澜 那你跟汪雅真的还在交往吗 以上两句 其实都用不上问句 女人的直觉异常的准确 几乎在见到孟雅的瞬间 我就已经确认了 我被小三了 孟雅和我都被汪雅无耻地欺骗了 孟雅从病例资料当中拿出了她第一次入院的签字单 上面的家属签名正是汪雅 孟雅轻抚着隆起的小腹 化身没有任何情绪 你打算怎么做 我还有得选吗 在不知道孟雅之前 我是被欺骗的受害者 但如果明知汪雅有妻子 我还选择继续这段关系 那我就是不要脸的第三者 理智清楚地告诉我汪雅就是个渣男 这段恋爱必须到此为止了 可感情却混沌得很可怕 她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关 越是想扯断 我的心就痛得越厉害 跟汪雅相处的点滴都变成了锋利的刀尖 一下下将我的意志切碎 我甚至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 醒过来之后 我出差的男朋友依然是独属于我一个人的 而不是某个女人的丈夫 某个孩子的父亲 我浑浑饿地走出了咖啡馆 如同行尸走肉 尖利的喇叭声跟刺目的灯光 同一时间朝我袭来 我爹坐到了地上 昂头一看 才发现是自己在红灯时 走到了马路中央 有辆车就停在离我散步不到的地方 显然是差点撞到我了 车主是个年轻男人 他赶忙下车扶我到路边 你这 要去医院吧 我摆了摆手 只是低吹着头 他见我泪流满面 一时更不知该说什么 因为我在三句决要去医院 车主只能勉强加了我的微信 万一有什么问题 可以联系我 或许是我满脸都写着想死两个字 车主临了还不忘补充了去 你 别想不开 人生还很长 人生或许还长 但我跟汪叶的感情已经走到头了 我回了跟汪叶同住的公寓 周围静得可怕 我连灯都没开 一个人呆立在黑暗中 这里到处充满着我们的回忆 我们认识五年 相恋三年 可在跟梦雅对过的时间线里 汪叶跟他从学生时代恋爱起就不曾分手过 只是因为因为异地工作 变成了周末情侣 这三年 没有一分一秒 我曾单独拥有过这个男人 我占据他的所有时间 都是从梦雅那里偷来的 一想到这个 我就恨不得将这房间内的东西全部砸烂 就像撕碎汪叶这个人的面具一样 手机屏幕忽然亮起 是汪叶的视频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 转接成了语音 那头的汪叶十分不解 一整天都没回消息 趁我不再跑去哪里玩了 不想看看我吗 仅仅只是听到他如常的声音 我都已经开始心软了 我无法想象看到他的时候 我的意志力会崩塌成什么样 我极力稳住呼吸 我做了个梦 我梦到你结婚了 汪叶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轻声笑起来 那你穿婚纱好看吗 是在你中学里拍的结婚照 你的同学都来了 还有我之前见的小胖和赵哥 我还梦到 你有了孩子 说到孩子 汪叶忽然不出声了 我的哭声终于绷不住了 我对婚姻和孩子都非常抗拒 但汪叶却渴望婚姻和孩子 今天就在证实了梦叶怀孕的那一刻 我居然没汪叶终于正常的幸福 感觉到一丝开心 因为那是他跟我在一起绝对无法得到的 汪叶这才开口 我跟孟雅是为了孩子才不得已结婚的 我每天都跟你住在一起 你应该能感觉得到 我对你是真心的 真心 我只觉得可笑 那孟雅呢 我说了很多次分手 但她不同意 我现在只想 等她把孩子平安生下来 再谈其他的 我回来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你不要乱跑 不要乱想 更别躲起来不见我 好吗 相处这么久 汪叶从没用这种祈求的语气跟我说过话 他分明说着渣男最套路的花束 可我的心却动摇的厉害 我甚至有些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小三坚持自己得到的才是爱情 被人欺骗之后 又选择自我欺骗 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但最不费力的事 在那短暂的一天等待里 我思考的问题竟然不是汪叶对我的欺骗和伤害 而是如果 如果他能跟孟雅离婚 我是不是还愿意再接受他呢 第三天的傍晚 汪叶回家了 我看着他惨白的面容 等待着那句真诚的道歉 以及关于我们未来微弱的可能性 可汪叶进门的第一句话 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孟雅不见了 你是不是去见了他 孟雅不见了 而他怀疑是我造成的 我看着汪叶冷漠而质疑的神情 仿佛今天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他 我抬手给了他一耳光 奇压的愤怒终于爆炸了 我疯狂地骂着难听的脏话 像个泼妇一样对着汪叶乱灯乱打 你以为是我报复你老婆 把他葬去哪里了 你怎么有脸问这种话 汪叶紧紧扣住我的双臂 凝视着我的眼睛 想从当中找到什么线索 你早就见过他了对不对 我在孟雅的手机里 发现你们上周五就见过了 上周三是他们办婚礼的日子 隔两天后我就见过孟雅 怎么可能 我推开汪叶 随手抄起桌上的杯子朝他砸过去 你有本事就去报警让他们来查 我上周没见过你老婆 你给我滚出去 我连看也不想看汪叶所谓的证据 他却拉住我的手 恳求道 如果你知道他在哪里 求你告诉我吧 可以吗 我真的荒唐到笑出声 汪叶现在发疯失态的样子 像一个真正的丈夫 而我像装无辜的绿茶小三 汪叶被我的笑容惊到 估计在他的眼里 现在的我就是个彻底的疯女人 他颓然的松开手 转身欲走 我望着汪叶的背景 忽然失神的问道 你从来没想过 跟孟雅离婚 都是骗我的 对吗 汪叶身子一僵 没有回头 对 警察没有找上门 我猜测是汪叶不想让自己的婚外情曝光 因此不愿报警 这个男人的自尊依然胜过了他妻子和孩子的安危 我震惊于汪叶的冷血 却又觉得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 毕竟这个男人 跟两个爱他的女人 滴水不漏地演了三年的双成记 汪叶只爱他自己 毫无疑问 病人揪心的是 接下来几天里 孟雅依然毫无消息 我也尝试过给他拨打电话跟发短信 但都无人回应 生活忽然棘手的一地鸡毛 工作居然成为了我唯一能逃脱的场所 毕竟那个公寓里有太多我这三年来的心血 很难不让我想起 我还没完全放下汪叶这个事实 休息期间 我来到茶水间 正巧听到同事谈起昨夜有孕妇跳河的新闻 人没就上来 说是发现老公出轨了 多傻呀 就这么一尸两命 早晨捞上来了 家里人过去任哭得撕心掠肺 我拿热水的手一抖 全洒到了自己身上 女同事赶忙过来 烫着了没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过不上烫山 抓着女同事的手问 那孕妇叫什么 女同事被问蒙了 这 新闻上没写啊 不过挺惨的 孩子都七个多月大了 七个月 孟雅的孩子顶多五个月 不是她 我尝出了一口气 失魂落魄地坐回公位 骗我的人是汪液 孟雅也是受害者 如果她因为这件事想不开 那就等于 我间接害死了她 我正在心烦的档口 微信的窗口却弹个不停 原来是之前差点撞到我的那个车主 她这几天不间断地询问我的情况 可我因为心烦意乱一次也没答复过 我烦躁地想直接删掉她的微信 点开页面 我瞥见她的微信号 心跳骤然停了一拍 她的微信号是由字母加数字组成 单独看那串数字竟跟之前给我发汪液结婚照的神秘号码一模一样 我回忆着那个车主的样貌 心里又浮现出一个过于离奇的念头 我差点倍撞的那天 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轻男人 在汪液的婚礼视频里 虽然没有出现她的同事 但有很多她跟梦雅当年的同学 这个年轻男人就是其中一个 我翻出视频 一针一针查找终于在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她 视频截图里面容并不太清晰 但分明能看出来就是她 她既认识梦雅 也认识汪液 一开始引导我去查真相的人就是她 我愤怒地将短信的页面截图 发到微信上只问她 发照片的人是你 年轻男人显然一直盯着手机 消息发送成功的一瞬间 我瞥见了状态栏上的对方正在输入 可她似乎没想好措辞 最后又放弃了回复 沉默了三分钟之后 我接到了这个神秘男人的电话 她态度依然十分客气 发照片的人是我 不过我没有想害你 揭露渣男的真面目当然不算害人 但人总是很难放过那个将自己彻底从美梦中叫醒的声音 尤其这个人对我来说还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所有丑态都被一个陌生人亏见了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崩溃 给我发照片 又在附近监视我 还故意加我微信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想帮孟雅抓小三可以直接来找我 反正我家你也查清楚在哪里了 我气愤又郁闷 怀疑这几天的一切都是一场抓小三的恶趣味活动 年轻男人平静地接受我的辱骂 直到我发泄完 她才开口 对不起 但我的目的确实不是想伤害你 她的道歉 来得出乎意料的快 我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我沉默的空道 她又开口了 你不是小三 孟雅跟你都是受害者 听她提到孟雅 我忽然有个猜想 你是不是知道孟雅在哪里 年轻男人没有否认 她试探性地问 如果我让你见孟雅 你要答应我先不告诉汪液 可以 我怀疑跟我通话的男人 在我身上装了摄像头 因为我正打开汪液的对话框 准备告知她孟雅的消息 她留下一句 那好 下班后我来接你 我删除了要给汪液发的信息 如果这个男人跟孟雅是一伙的 那至少孟雅的人身安全是得到保证的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无论什么样的感情纠葛 都比不上两条鲜活的人命 至少我没有成为那个间接的凶手 这已经是这一星期来最好的消息了 熬到了下班 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年轻男人 她自称许佳 是孟雅和汪液多年的同窗 毕业后一直在这个城市里工作 如果不是她意外遇到我和汪液约会 这个秘密还不知道会延续多久 在许佳的安排下 我终于见到了孟雅 她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好了很多 上了层淡妆 眉眼清亮 散发着一种母性的温柔 跟前几天那个在医院楼下的憔悴女人判若两人 我立刻意识到 她并非是突然失踪的 孟雅的离开 根本就是精心策划好的袭击 我忍不住问道 孟雅 这是你的报复吗 既是对我 更是对汪液的 孟雅竟然对我笑了 她拢了龙耳边的碎发 你怎么会这样想 当然不是 我只是无法再忍受汪液顶着那张脸边故事了 再听下去 我怕自己会想去相信她 孟雅轻轻抚摸自己的肚子 要相信谎话 实在是太容易了 可我不想我的孩子 出生就活在谎言里 还好 我们都没有再相信她的鬼话 我万分心虚 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止一刻 我相信了汪液的谎言 相信了她曾提出过跟孟雅分开 而孟雅才是那个抢走她 导致我痛苦的根源 但凡没有孟雅失踪这件事 汪液不会那么决绝的跟我闹翻 那我很可能就做了汪液的小三 孟雅策划的这场消失 彻底撕碎了我残留的侥幸 也让汪液没有精力继续演戏 我苦笑道 孟雅 你真厉害 我输了 我没有问孟雅后续的打算 那已经不是我该好奇的事情了 许家将我送到了家门口 她身为这场闹剧当中唯一一个局外者 虽然不知道她跟孟雅之间情意如何深厚 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都并不容易 我见过不少互相包庇出轨的男人 这在他们认知里 这甚至能成为增进友谊的妙方 无论怎么说 她毫不吝啬地帮了孟雅 也间接帮了我 想到这里 我看许家就顺眼了不少 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音量说道 谢谢 许家听到了 她挑眉 认真的回应 帮你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虽然是客套话 但在这种时候还挺受用的 我回去的时候 却发现家里的灯开着 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我凝制住了脚步 怀疑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幻觉 汪液端着汤从厨房里出来 她甚至能笑着上来抱着我哄道 先吃饭吧 我看了冰箱这几天你都没碰过 她怎么能当成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我的身体僵直 强忍着要将汤水掀翻到她脸上的冲动 你想干嘛 汪液握住了我的手 孟雅回来了 是我误会你了 我太熟悉她所有的表情了 她此刻的恳切是真的 歉意也是真的 但这些都不是因为她真的反省了过错 而是她有求于我 我甩开汪液的手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汪液看着我 几乎是哀求到 趁孟雅还没完全发现之前 把你跟我恋爱时候记录的那些东西 都删了可以吗 原来 她还以为能够挽回孟雅 我有些意外 你就这么爱她 汪液不敢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委婉地解释 孟雅怀的是男孩 为了让她安心 我家里把能给的都给她了 我们的婚房也改了她的名字 如果被她拿到所有的证据再闹离婚 后面的话她没说全 但我却听得很明白 不是爱 而是为了那点可怜的财产 此刻的汪液像极了一只护石的唇狗 死咬着石盆 却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早就空了 我忽然明白孟雅的好心情是从何而来了 从我和孟雅了解真相 并都默契地没有对汪液走漏风声开始 形势就两极反转了 从前她的欺骗我们 可从今以后 她将永远活在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里 这场报复是由我们两个女人共同完成的 想让我删 你跪下来求我吧 我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提议 更令我意外的是 汪液紧犹豫了一下 就顺从地跪在了我面前 可以了吗 你还想要什么 她不敢抬头看我 我却敢直接开口 把这几年我花在你身上的 统统还我 孟雅紧紧守住了属于她的利益 我有什么理由要吃亏 汪液面上大酒 我的情况你都知道的 给我点时间 正因为我了解她 所以才更不会让她好过 我冷笑道 你还一笔 我就删掉一项记录 根据你数额的大小 来安排我删除记录的多少 很公平吧 她要时间 我就给 反正要忍受无尽煎熬的罪人又不是我 汪液颓然地跪在地上 终于意识到我已经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她终于舍得拿出手机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分开一张张银行卡将里面仅存的余额都凑了出来 那是一个重肯的数额 不多不少 只能勉强抵偿我在金钱上的付出 可看到汪液肉腾到扭曲面容 我却觉得无比猖快 为了避免汪液烦我敲诈 我还不忘提醒到备注还款 当入账信息传到我的手机里 听着钱飞走的动静 汪液忍无可忍 站起身来 现在我们两清了 两清 她也配跟我提两清 我抬眼上下打量汪液 仍是笑着 没记错的话 你这套衣服也是我买的 汪液最可笑的地方就在于 装得朴素老实 经济适用 实则笑纳了一切我在吃穿用度上的付出 以至于她今天穿来见我的这一身 也是我为她买的 汪液几乎咬牙切齿 我照做了 你真的会删 我淡淡扬起手机给她检查 早在汪液转账之后 我就按照约定开始删除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汪液阴着脸 将上衣和裤子全脱了 我注销了最后一个账号 同时也将汪液直接赶出了家门 她甚至不敢在门外怒骂 只是抱着手机 可怜地检查着我的社交平台 最后狼狈 又心满意足地离开 可汪液不知道的是 我跟孟雅见得第二面 就已经将备份好的证据全部给了她 留给汪液的 将是另一场更为漫长且残酷的惩罚 我从猫眼里静静窥视着汪液逃离的背影 在我面前她连最后的体面也荡然无存 而我也终于能将这个偶心的出轨门 跟心目中那个完美恋人的身份去分开 从头到尾 我仿佛只是跟一个挂着她姓名的陌生人 恋爱同居了三年 果拉黑并删除了汪液所有的联系方式 也没有留下梦雅的电话 为了彻底摆脱回忆 我也预备更换租房 大约一个月后 我独自在家进行最后一次大扫除 在桌子底下 我发现了那合孤零零落下的粉饼 我走过去捡起它 里面那行提醒我汪液劈腿的字迹还在 我忽然想起了些什么 给许佳发了条信息 粉饼里的那行字 不是你留的 也不是孟雅留的 是吗 孟雅能够大方约我出来见面 她完全没必要做这样的小动作 许佳压根没有作案的条件 既然都不是他们 那这行字就成了威胁之谜 许佳没回复我的信息 她亲自来找我 有件东西要给你看一下 我其实没想过会再跟许佳见面 如果不是汪液的事 我跟她很大概率是这个城市一辈子的陌生人 许佳点开一张合照拿给我看 我惊讶地发现 视频里的女人长着跟我一模一样的脸 但她一头粉蓝的假发 一脸浓妆 跟许佳靠在一起 笑得格外灿烂 孟雅是我的好朋友 我之前确实发现汪液有问题 但我没想好该怎么告诉她 更不知道怎么提醒你 结果 你居然先来找我了 许佳起初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怎么能做到一边跟孟雅交涉 一边毫无破绽地跟汪液继续同居 直到她发现我不是演得好 而是压根就没有见过孟雅的记忆 那些灵星的线索终于连了起来 粉饼上的那行字竟是我自己留下的 而汪液所说的 我曾见过孟雅也是真的 因为在我以为的跟孟雅第一次碰面之前 我们其实就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让孟雅假装失踪的法子 也是你想的 你还教我发信息 包括这张作证的照片 全部都是你自己安排好的 所以我才会说 帮你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许佳甚至有些佩服起另一个我 真相令我久久不能回神 许佳轻轻推了推 你对这些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吗 她那天想拉我去医院看病 也是真心的 我摇了摇头 我没有另一个自己策划这一切的记忆 但我对她并不陌生 许莱蒂第一次正式出现 是在我十岁的时候 十岁那年的暑假 高中的唐哥来老家玩 趁着四下无人塞了磕糖给我 喊我不要出声 然后 她就把手塞到了我的裤子里 我哭着找奶奶告状 可她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腰瘦鬼 跟你妈一样的晦气 告状的是当天就被唐哥知道了 那晚她特别凶 把原本要给我的唐哥狠狠踩碎了 提着我的头就往柜子上撞 我害怕极了 连叫声都来不及发出来就晕了过去 可醒来的时候 伯父一家却哭得比我还大声 他们说 唐哥被我用圆规捅下了一只眼睛 我很确信 这件事不是自己做的 可在场的只有我跟唐哥 依照他后来见到我就尿裤子的窝囊样子来看 动手的确实是我 但能做出这样大胆反抗的人 只能是许莱蒂 莱蒂是我姐姐的拟命 这样的姐姐我一共有五个 每次孕期只要验出来是女孩 家里就会毫不犹豫地让母亲执行流产 我的出生纯属意外 医院的熟人不幸地将逼超拿错了 这才让我幸运地顶着男孩的殊荣出生 那年唐哥受伤的事 因为我实在太小 闹到派出所也没个结果 最后只让家里赔了两万块 当年的两万 放在县城就是一笔巨款 奶奶差点把我包了一层皮下来 想着要把我送去镇上打工还债 那两万是给父亲再取的老婆本 老许家还指着抱孙子 绝不能断了香火 我懵懂得打算认命 毕竟邻里的女孩都是这样过来的 对门的二牙连初中都没读完 但来地却不肯 来地在我课作业纸上留下一行字 你永远有得选 她仿佛一股逆流 永远要跟身边的人不一样 没有选项 她就要创造新的选项 在我们共同的坚持下 最终通过高考离开了县城 自那之后 她很久都没再出现了 我从回忆中回过神 感谢许家特以来告诉我这个最后的秘密 从发现这场出轨开始 从头到尾都不是我跟孟雅的斗争 而是软弱自私的我跟另一个自己的抗争 唯一庆幸的是 我没有输 而这场畸形的恋爱终于结束了 耳边雷声轰隆 我昂头看向惊雷乍现的天空 心头却是一阵清明 若春的第一场雨要来了